新闻头条先来带您看到 洋威美国NBA篮坛的哈佛小子林书豪 林书豪今天让纽约麦里逊花园广场球馆再次疯狂 他攻下生涯性高38分 带领纽约尼克以92比85击败洛杉矶胡人拿下四连胜 也终止了尼克队胡人九连败 最近五年不胜胡人的噩梦 纽约尼克队的核弹头史道德迈尔和田瓜安东尼缺战 人手短缺的尼克队连续三场派出林书豪先发 林书豪开赛三分多钟就以三分球开张 这个转身切入甩开防守的Fischer上篮得分 尼克队在上半场以49比41领先 最近一哥Kobe Bryant在第三节开始标分 几次转身跳投中距离出丑狂取10分 但是最终仍以7分之差吞败 面对西区A7球队胡人队 林书豪仍拿下全场最高的38分 继次助攻四个篮板两次抄截 是本季尼克队单场得分最高的球员 尼克取得四连胜 秦唐两开电视综合报道